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克的报道 伊拉克战争和最近的美国的两场飓风对油田造成破坏 使得石油价格猛涨 使用其他的替代能源就能节省成本 煤炭就是其中一种 李奇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个煤矿 他希望新建一个能把煤转换成柴油的工厂 以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 其次是俄罗斯 然后是中国 2002年 全世界的煤炭工业总储量是1万亿立方吨 按照目前的用量足够用大约200年 煤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一种重要的能源 根据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资料 2002年 全世界的煤炭总用量接近48亿吨 其中大部分用于工业和电力部门 但是李奇希望汽车也能使用煤炭 能源分析人士贾尼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煤产生的环境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煤燃烧时向空气散发有毒物质 加速全球温室效应 环境保护主义者还表示 开采煤矿破坏风景的自然煤 采煤影响了附近水域的酸碱比例 从而使水质下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煤废料 李奇说 煤废料可以转化成汽车燃油 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拨款1亿美元新建这个工厂 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和李奇签订合同 在10年内以每加轮75美分的价格 从李奇的工厂购买柴油 这个价格比目前的还低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伦德尔对经济前景感到兴奋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预计 2015年之前 全世界的煤炭用量将会增加38% 记者帕克报道 有研究报告说 全球气温变暖 让几十种动物和植物都冰临绝种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南美洲的青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过去25年来 科学家预测 世界范围的温度上升 将会加速疾病的传播 导致某些物种完全灭绝 《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 证实了这个猜测 美国生物学家庞兹率领的研究小组 研究了来自全球70多位研究人员 收集的数据之后发现 过去20年来 全球气温上升的各个最高点 与中美洲和南美洲 一些青蛙灭绝的时间一模一样 物种保护人士对世界范围 两栖动物树木减少感到迷惑 这个问题在1990年就得到公认 从此之后 已经有70种青蛙已经消失 鲁特说 世界上有6000种青蛙 蝉除和有尾动物当中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物种 都面临灭绝威胁 科学家说 两栖动物比其他动物 面临更大的威胁 因为它们的皮肤可以渗透 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 但是研究人员说 数以千计的动植物都面临威胁 在羽林地带 新有植物提前开花 打破了它们自然再生的周期 在北冰洋气温上升 威胁到北极熊赖以生存的冰块 北极熊树木随之下降 生态学家马斯特说 世界上有18%到35%的动植物 可能会在未来45年之内消失 人类也不例外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因为全球气温 以宽虫和水为媒介的疾病 更容易传播 因此今年死亡人数会增加15万人 而得病的人会增加500万 在20世纪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了1度 一些联合国科学家警告说 到2100年 地球平均气温会再上升10度 记者阿塞加报道 好 节目结束时间又到了 谢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 美国专讯节目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